新动的信号四方城市CT分手事件被节目组买了热搜,据说是给新动番外新综艺,它的新动周末造势,实际上也是给第五季节目上线预热。 日前,节目组官宣,新动的信号五将在八月份迎来首播,据官方内部人员透露,最终档品的准确时间是八月十六日推出先导片。 目前官宣的五位观察室嘉宾,分别是杨颖、李承炫、吴欣、汪苏龙和孟子义,除了杨颖参加过第四季外,其他四位艺人都是第一次参与新动录制, 一下子将海涛、宋祖儿、郭麒麟等人换掉,唯独让杨颖继续坐镇观察室,看来,节目组非常看重杨颖的人气,只是网友看见这份名单后,颇有议论,杨颖独挑大量争议大,杨颖本身就是极具争议话题的女艺人,杨颖在,顿时失去了看的兴致,而且,杨颖跟黄小明离婚了,可能人设上会跟恋爱节目,产生某种格格不入的尴尬境地。 你将有网友直言,一个失婚中年女人,你让我看她们怎么失败吗?总体来说,抵制杨颖的声音很多,但是,支持她的人也不少,始终伴随着争议的杨颖,对节目来说,是一柄双刃剑,用好了,热度与口碑双丰收,用不好,只会适得其反,惨遭反噬,杨超越回归呼声高。 除了杨颖,其余四位艺人嘉宾各有特点,李承轩是七威的丈夫,她妻子曾因参加该节目而大受欢迎,她则是凭借披荆斩棘的哥哥等综艺人气飙升,长相十分帅气,又很有幽默感,这事也要来分一杯羹的节奏。 无心的主持经验无庸置疑,而且上半年刚录了一档离婚综艺,效果还不错,这次也许是她替代杜海涛担任控场人了。 汪苏龙是一个综艺感非常强的艺人,各种综艺上的不亦乐乎,心动的信号舞是她的练宗首秀,蛮令人期待的,观察是艺人固然重要,但是网友同样关注素人嘉宾的品质,只有颜值高,人设稳的素人,才能满足网友对新一期节目的期待。